我能不能去皮革车那个计划 今天是雨果第一次上星期班 虽然平时上课艾迪不能跟着 但周末还是可以的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她独立上课 还记得一年前 她第一次到台前做自我最少手的样子 害羞地坐着她的小手 不知道说什么 一年时间不长不短 但足以让这个小男孩懂得努力奔跑 旁边的小朋友问她累不累 她还是那个害羞的样子 但跑起来的时候 会对每个小朋友说 感谢她是个性格热情的人 虽然偶尔还是有点想腼腆 而我要做的就是更好的守护她的童年 这次骑行也特意准备了专业的平行车装备 是雨果超爱的奥特曼联名骑星服 骑星库带有专业的骑星座垫 在压迫执行冲刺这次上下练习中 有很好的减震效果 整套衣服也很透气 出汗不闷热 搭配的专业平行车鞋 上脚轻盈骑行时更轻便 用的是防滑橡胶 骑车吻 全方位守护她的机器安全 守护她成长的美度 爱迪克迭在外面的一层肉 你给我马上出来了 还没出来了 你以后出来了 早该放手 我们早该协脱 从头放下早点轮轮别活 都有一天各自开花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